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三月九號 星期六的公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威仁 首先帶您來關心到的 就是蘇丹紅辣椒粉風波 持續擴大 有立委是爆出 不只高雄市衛生局先前公布 進口蘇丹紅辣椒粉廠商 金站 嘉廣 海順 在同一個地址 而是一共九家公司 都在同一地點 販售的產品仍然買得到 檢方昨天是再前往稽茶 海順的負責人遭檢方帶走 而行政院食安辦是表示 蘇丹色素是第三類致癌物 跟咖啡還有茶一樣 都屬於第三類 還呼籲國人不用太恐慌 政府會盡速清茶 仔細核對問題產品 桃園市衛生局人員八號 稽茶經核位下游 四家工廠載製品流向 及通路下架回收情形 桃園市衛生局追查 經核位公司供貨桃園市十三家 販售業及餐飲業者 都已通知下游並進行下架回收 並到其中四家下游製造廠機茶 台北市衛生局則新增12家 使用保新公司 清辣椒粉的產品及流向 包括全聯販售的BB13香辣油 超過一萬七千罐 全聯不分批次全面下架 民眾若有購買可攜帶商品 與發票退貨 調查局人員八號前往進口 蘇丹紅辣椒粉 高雄金站公司做調查 因為有立委踢爆 這次捲入蘇丹紅事件的金站 嘉廣和海順等公司 都位在同一地址 檢方前往海順公司調查 有員工在收拾東西 海順負責人遭檢方帶走 衛福部食藥署則宣布 因應立法院要求 全臺校園營養午餐 禁用辣椒粉一個月 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 這確實是系統性事件 中央將組成跨部會小組追查 但蘇丹紅是否致癌引起關注 目前衛福部循縣向下追查 啟動廠商自主檢驗 至於邊境則從7號開始 不分來源國只要梳台辣椒粉 都會檢測蘇丹紅色素 石藥署表示 機查人力分為邊境查驗 和後市場機查兩大類別 目前會先重新彈性調配人力 確保辣椒粉在不分國籍的邊境 全數查驗不塞車 記者綜合報導 台股昨天早盤一度 是攻上了兩萬零六十五點 創下里程碑 不過隨後賣壓出籠 指數震盪超過四百點 中場台股上漲 上漲了九十一點 收在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點 三大法人買敲四百零六億 專家分析 大盤主要靠台積電拉台 上市貴公司超過半數下跌 不過未來仍有機會挑戰兩萬點大關 而熊熊學者就認為 基本面還沒跟上 是未來台股大盤表現的隱憂 8號台北股市衝破兩萬點關卡 創下里程碑 但不少有投資的民眾 都直言會更留意操作 而助攻大盤上到兩萬關卡的主力 就是早盤一度攻上七百九十六元的台積電 盤中帶動大盤指數 攻上兩萬零六十五點 不過隨後賣壓出籠 一度下沙翻黑 指數震盪超過四百點 中場台股上漲九十一點 收在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點 三大法人買超四百零六億 台積電則收在七百八十四元 市值突破二十兆 專家分析兩萬點是整數的心理關卡 目前國際盤還沒有出現轉弱的訊號 短線大盤漲多整理是正常的 未來國際盤走勢如果穩定 台股還是有機會挑戰兩萬大關 學者則表示 二零二三年出口衰退 基本面還沒跟上 仍是未來台股大盤表現的隱憂 學者表示 市場對下半年的出口 有比較樂觀的預期 台股才會有現在的現象 財政部八號公布 二月出口為三百一十四點三億美元 年增百分之一點三 相較一月則減少百分之十五點五 但由於原本預期年衰退百分之一 到百分之五的預估 年增率為連四孔 財政部預估今年出口回春 要看五月六月 記者歐榮 張明如台北報導 警方今年一月初 偵破AIS王牌交易所 勾結詐團虛擬貨幣詐欺洗錢案 檢警在周四發動第三波行動 約談負責集團虛擬貨幣營銷的 陳姓幹部在內等十四人 其中六人以一百萬元交保 一人三百萬元交保 其餘仍在偵訊中 AIS王牌交易所網站是自稱為國內首家合法 虛擬貨幣交易所 其實他只是交易平臺 利用傳銷話術誘騙被害人投資 無法流通變現的魔券幣等虛擬貨幣 藉此不法吸睛 減掉日前連兩波茶器將交易平臺的潘信 林信以及王信三名高層生涯禁見 周四執行第三波搜索約談 再度查扣現金三百萬 以及賬冊和手機等證物 截至目前已經查扣虛擬貨幣與現金總金額 約四億八千多萬元 時區那裡來看到的是今天的早餐速報 首先來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台北市內湖區在七號深夜十一點 發生了天然氣的瓦斯斷氣 影響了約三百五十戶 有不少的民眾是洗澡洗到一半 突然間去沒熱水引發民怨 台北市長蔣萬要求賠償 新湖天然氣公司回應補償一天 不過有市議員就不滿 認為誠意不夠 最後公司同意補償三天 而且不受是個不限受影響的內湖區用戶 不過換算起來其實只有賠了六元 接下來看到聯合報的部分 為了有效管理長照機構 針對居家室 社區室 以及機構室等三類定型化契約 衛福部最快在下週公告 定期化契約要求至少提供三天的省月期 保證金最高不得超過兩個月 另外也要明定長照機構的服務項目 收費標準以及退費方式等 那個預估約有五十萬人需要換約 最後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依照香港基本法的二十三條立法定義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昨天刊登現報 也就是正式公告進入到了立法會的二讀 草案法條共兩百一十二頁 兩岸兵臨動武 而昨天他是改口強調軍人不干預政治 他是以軍事管理的角度來說明 邱國正也再度解釋 國軍對第一級的界定 證實只要有航空海航的實體 無人機艦或氣球侵入我領空 無需對我開槍開炮 我方就可加以擊落 擔憂台海緊張情勢 國防部長邱國正 深怕兩岸會擦槍走火 瀕臨動武階段 國軍做最好準備 最壞打算 國防部八號發布 爭獲共機九架次 其中一架進入西南空域 共建五艘次繞台 邱國正表示不期望任何事發生 但像海巡執法碰到狀況就會升高危機 尤其國軍二零二一年已經將第一級要件改變 也要訂定交戰準則ROE 讓國軍應對突發狀況 修改第一級規定 只要航空航海實體 逾越規矩 就會反制 但是否引起中共扭曲解讀 指我方先發動攻擊 國防部發聲明澄清 指敵軍機艦侵入我領空及領海範圍 經辯證 攔截廣播及距離行動 仍無法排除 基於國家對領土享有絕對主權 可合法授權第一線指揮官予以反制 他這個實體 我們就要處理 我們就要處理 處理原則還一樣嘛 該警告的 該要喊話的 該要打這個信號彈的 讓他知道我們已經注意到你了 要配合 還不配合預約的範圍了 那我們就當然要有一個應對的方法 針對中共利用空標氣球繞台 秋果正定調 在牧師範圍內由地面部隊擊落 與美軍派戰機升空擊毀的做法不同 尤其老台的空標氣球高度大多在一萬尺以上 肉眼幾乎看不到 陳國民表示 中共對台釋放的空飄氣球大多是探測氣象為主 國軍可以對外說明氣球類型 讓國人安心 行政院長陳建仁強調 需加強跟中國對等溝通 雙方有責任 共同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記者黃子杰 吳家寶 台北報導 行政院會七號拍板 十項交通違罪項目 不記點 也不能檢舉 遭到陸權團體質疑 幫違規開後門 損害用路人權益 尤其違規占用生臟車位不能檢舉 更是犧牲生臟者的權益 行政院長陳建仁強調 未來雖然不記點 但仍有行政處罰 交通部長王國才表示 這是權宜的處理方式 未來立院審查都可理性討論 行政院院會七號拍板 十項一千兩百元以下罰還的交通違罪項目 包含並排臨時停車 消防栓前停車 公車站排十公尺內停車 在身心帳專用車位違規頂車等等 未來不記點 也不能檢舉 引發討論 我應該算不支持 我覺得還是可以檢舉 但是你可以去申訴 我會說很多什麼微小的事情 然後都一直去檢舉 然後被記點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陸權團體質疑 未來違規停車情況可能會加劇 不只會造成駕駛的交通風險提高 也會連帶影響行人安全 損害弱勢用路人的權益外 也是變相放任違規 更點名 占用身上車位 卻不能檢舉不記點 犧牲身上者權益 身上停車可以 一樣不能檢舉 就是完全剝奪身上的權益 違規停車等等的這個情況的 然後開罰上面本來就很弱 未來如果也取消了檢舉取消的據點 對於違規人他是幾乎沒有赫足力 遭質疑是幫違規開後門 行政院長陳建仁回應 修法是為保障所有道路使用人 呼籲駕駛人不要違規 交通部長王國才表示 行政院會通過修正草案後已送到立法院 未來在立法院審查時可以繼續表達意見 理性討論 記者 彭奧組 歐榮 張明如 臺北報導 昨天是三八婦女節 國內有房仲集團統計 發現全臺二十歲以上女性 買房比例逐年增加 去年是百分之四十八點二 創近十年來新高 而去年六都女性購物占比 是在臺北市最高超過了五成 但他們不只背負的高額房貸 平均的購物面積三十六瓶 是六十六都當中最小 今年七十多歲的戴小姐多年來省吃檢用 靠自己的力量 買像新北這間二十五瓶大的房子 讓一家人有個溫暖的窩 只是為何不租房而選擇買房 戴小姐透露自己的人生哲學 根據勞動部統計 去年女性每人每月總薪資大約是五點二萬元 相較十年前的四點二萬薪資成長超過兩成 女性薪資大幅成長加上新世代女性不婚不生比例變高 少了家庭育兒負擔 女性更有能力為自己買房 有房屋集團統計發現 全臺二十歲以上女性近四年來女性購物占比 從二零二零年的百分之四十七點二逐年攀升 去年來到百分之四十八點二 以六度女性來看 特別是女性購物位居六度只貫超過五成 但買到房屋坪數也是六度中最小 平均只有三十六瓶 中小坪數特別是那一種這個二十瓶以下 總價可能落在一千五百萬以內的 主要的標的會以這個有管理的大樓為主 因為畢竟女孩子可能會比較這個 在乎這一個社區的這一個保全為安 專家分析隨著女性薪資抬升 加上女性投資理財觀念 叫男性保守 除了自助需求 不少女性投資標的 會以買房置產或購物收租 作為累積財富的方法之一 記者願此郭俊麟雙北報導 體育署調查最新的二零二三年運動現況 六度當中BMI過重肥胖人口比例的排名 是由台中市奪冠 台中市府強調有陸續興建運動場館 鼓勵市民多運動 美食當前大快朵移 體重也跟著上升 體育署公布最新運動現況調查 二零二三年六度市民身體質量指數 也就是BMI為過重肥胖的人口比例 台中市擊敗往年居關的台南市奪得榜首 在地民眾覺得完全不意外 常常吃東西嗎 東西太好吃了 所以常常吃東西之類的 大型的火鍋店 燒肉店都在台中 我看遊客來都會去體驗看看 我想應該是台中的美食很多吧 過重肥胖人口比例排名 六度依序為台中 百分之四十二點九 新北百分之四十二點一 桃園與台南百分之四十一 接著為高雄和台北 醫師認為都會區其實都有 肥胖人口上升的趨勢 主要是取得食物方便 體育署資料還顯示 台中市二十五到四十九歲民眾 規律運動比例低於百分之二十五 可能是最胖六度之首的原因 運動局則強調 目前有多個行政區正在興建 運動中心 將鼓勵民眾運動 醫師建議 民眾減重 可先從控制飲食規律進食著手 再把握三五原則 也就是每週三到五天 每次三十到五十分鐘的運動習慣 就能逐漸甩掉肥肉 記者 美鳳 彭煥群 台中報導 台南有些在地小吃 根據考究可能是舶來品 像是土拓魚 私木魚料理 就有可能是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 傳來台南 才逐漸演變成街頭巷尾的庶民日常料理 國豪粉在進去油炸鍋裡炸 起鍋之後再加上面條配料 一碗台南美食料理代表 小土拓魚羹 就可以讓韜客大快朵魚 除此之外 軟嫩鮮美的四目魚肚 搭配熱湯湯的粥 更是街頭巷尾的宿命日常料理 不過根據考究 這些美食料理都可能起源於十七世紀 歐洲 後經過大航海時代 傳來台南 變成台南的日常料理 其實是我爸爸在做的時候之前 我們才知道這個土拓魚跟火種 我們小時候也不知道這個流土 對啊 是蠻有趣的 是還蠻驚訝的 對啊 因為我想說 四目魚不是台南人開始養育的嗎 我覺得是有可能啊 因為畢竟那時候就是被捅是蠻多的 對 就像現在有一些 河南的血統的人 我不覺得意外 台南市民之處說 根據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鄭維中研究推測 何據時期唐人移民 受到荷蘭殖民者影響 開始跟著歐洲人方試吃魚 慢慢成為土拓魚的主要消費族群 試吃吃種魚的偏好 就一直保留下來 成為台南居民特色 而四目魚則在十七世紀 以沙巴羅為名被記錄的菜肴 西班牙葡桃牙語中 慣用漁民沙巴羅 沙巴羅 聽起來很相近 合理推測四目魚 可能不是由印尼人介紹給臺灣 而是來自於一群精通海上航話的人 例如生活在馬尼拉的唐人移民們 那鄭老師他是依據了大航海時期 這些水手船移留下來的這些文獻的記錄 還有他們手繪的素描 還有當時候的人可能會說什麼樣子的語言 以及水手他在船上保存 跟烹調魚肉的方式來去做綜合的推斷 就發現說當時候的做法其實跟現在的土拓魚跟的做法 其實是很類似的 台南市民之處為了帶領民眾深入發掘台南美食 更特別設計一款遊戲 期望透過這款遊戲 讓民眾瞭解台南美食背後的故事 還能對台南人文歷史產生進一步的興趣 透過吃與台南四百的歷史 與文化產生連結 記者文章和他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發表了任內最後一場的國情之文 歷時六十八分鐘的演說 拜登以我的前任這個名稱提及川普十三次 並且是速度脫考與台下對象的共和黨人對罵 拜登也對任內對抗中國的成績辯護 並堅決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大選年同時還是八月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前 最重要的一場公開演說 拜登總統一開口就先抨擊 二零二一年一月六號攻擊國會大廈的暴徒 並譴責試圖淡化這起攻擊事件的人 同時拿川普先前暗示 俄羅斯可攻擊北約國家的談話 稱他就只會向俄國低頭 全長六十八分鐘的演說 拜登間接提及川普十三次 拜登在演說中強調 美國必須增援烏克蘭 宣布美軍將在加薩走廊的地中海岸 興建港口運送軟道物資 正告以色列兩國方案才是解決 尾巴衝突的唯一方法 他還在民主墮胎權和經濟議題上 展現與川普的對比 拜登並未任內在對抗中國挑釁 與經濟脅迫方面的成績做了辯護 稱他的政策幫助美國各個行業 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堅決反對中國不公平經濟行為 確保美國最先進技術不能用於中國武器 並堅決維護臺灣海峽和平穩定 拜登講到一名問題時 頭戴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帽子 直右派的喬治亞州眾議員葛林又和往年樣在臺下高分輩的質疑拜登 稱喬治亞州護理系學生萊麗遭委內瑞拉 無症移民傷害的事件遭他漠視 拜登隨即拿起入場前 葛林遞給他的印有萊麗名字的 他接著呼籲共和黨人支持跨黨派的邊境安全法案 指控川普反對這項法案是玩弄政治手段 獲得選舉利益 至於外界質疑他年脈不適合連任的批評聲 他也正面回應 國慶之文結束後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做的即時民調 只有六成的觀眾對拜登這場演說持正面反應 而共和黨的受訪者則是有高達四分之三的人 感受不佳 恭喜新聞網紅編譯 今天我們來關心今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保資料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公視早安新聞 我是鄭偉人 我們明天同一節再會 Richie drying 展 splash 你看 披露 楊 零 米 先生